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不会吧不会吧咱们又匹配到嫌疑也喝了吗 赶紧去离岛确证一下看是不是熊啾啾的营地 这营地刚好来思潮这下咱们有乐子了 还真是熊啾啾家园看来咱们的缘分不浅呀 可惜了上去去只进营地把球囊都刷光了 现在想刷熊啾啾家都刷不到 没办法能刷几次就几次吧咱们也不挑 只要能恶心到他我就很开心 来我们好好的绿一波 OK搞定了 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电网 这可不能浪费了咱们把电网都给拆了吧 熊啾啾平时可没少光照哦 不好好让他出出去我都对不起自己 好的咱们去别的地方瞅瞅看 诶这居然有两个妹子在挂起 但在这么显眼的地方是怕差跌的找不到吗 既然这对姐妹花那么懂事那咱们就开刷吧 一下子打出两个这种好事可不多 看来小强真该去收一点秋囊了 想要耍起来却刷不到这滋味好难受呀 诶怎么这场跑了一个小强都没反应过来 大弹银头各自杯还一个输掉姐妹银 既然你的好姐妹跑了那咱们就只能虐你了 如果这人看到小强这期视频 怕是要回到好姐妹那方吧 不说了咱们去找人提一下 找了大半天就算遇到一个活人了 他这人不注意咱们偷袭一波 想不到会突然冒出一个差跌的吧 他的装备不咋地养三枪就长血了 小强在他家等了半天都不见了 原来是跑这边来了 话说这人的复活地点很奇怪呀 为什么会在野外随机复活 有小伙伴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欢迎在评伙区告诉小强了 这人好菜我都不想打他了 一直等他叫人来就是不见得他队友 我都不想搭理他了 非得要逼我出手 打到你这么多次 难道就不心疼不想耐久的吗 真是搞不懂这人了 咱们把他给灭了 哎呦这人总算写聪明了 会叫人过来帮忙 没笑还是赶马到武士 这下可以秀一波了 咱们先激活把长血灭掉 都空虚了还满上来 到底是有多恨我呀 最后一波失误了 不小心被武士禁声 本来是稳疑的 没想被反杀了 不甘心呀 现在这两人状态都很长 咱们用起搏器拼一把 要是让小强起来 两分就可以解决他们了 嘿嘿没想到吧 最后的大赢家还是我 都送走不给他们防打的机会 小强崩盘状态本来打算继续抓当的 没想这就是个大陷阱 周围都是人 刚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这一点人包围了 完了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看来是打算绝杀位呀 哎呀被打倒了终究还是躺不掉 好啦本期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